嘿大家好,我是Kelly,我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济 我住在Sarasota,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 这里的Ciesta Beach是多年被评级为美国最好白沙滩城 Sarasota有美国十分学校 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来此定居生活工作 Sarasota都是著名的美国最好的退休城市 2021和2022全美国统计数据 佛罗里达州是嵌入人口最多的州 高性价比,房地产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州投资者 嘿大家好,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五,Friday,2023年 今天和大家在分享一下这个20小时的房源 今天新上市房源1889 那么跌价的1817 卖的1297 成交的啊,今天周五成交的还可以 1187 买卖还是很活络,OK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新上市的房源 今天呢,和大家先说一下 这个Venus旁边的 也是离这个Ospir也比较近啊 NoCommerce 这边的房呢 看一下 这边海边的这边房都比较贵,对吧 100多万 82万 然后呢 出租房在这儿 3000块钱 上卧是两位生间 大家要了解市场 买房出租 应该是什么样的价位 所以你在心里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 26万有一个新房 看一下两个卧室 一个卧室间 这属于一个 真的便宜的价钱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看一下这个房 这个房真的便宜 Single Family Home 才20多万 家里不是特别明亮 但是家里比较clutter 比较乱 没关系 只要房 好 就没关系 958平方英尺 这个真的便宜啊 这个 0.32的 0.22的Lot 比较大啊 这地块比较大 然后没有物业费 这很重要啊 这个大家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房不错 需要修理一下 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地点 它在这儿 然后呢 Venus Airport 在这儿 然后这边的沙滩 可以从这边过去 它离Forty One 也比较近 离Forty One 近就意味着 离商场近 看这儿 Stream Commercial Center 这儿还一个 所以说交通方便 Lot's Home Store Home Center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比较大的Lot 在这儿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 比较便宜 在Venus 你想要一个地块 比较大 又在U.S.Forty One 的西边 也离河道挺近的啊 这是河道 Conell 是吧 这小区 有没有人家 能够下船呢 不行 这是马路 所以 没有私家的这个河道 但是有个Lake 小区有Lake啊 这小区看样子还行 不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这个房啊 跟大家强烈推荐一下 才20多万 真的便宜 OK 这个好便宜啊 这个好便宜 这个好便宜 50多万的 现在就这样的 比较成熟的小区 都是比较好的房啊 这是几一年的房 2017年的房 多大呢 2000的 2180 物业费比较贵啊 物业费600多 它属于新购范围 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呢 真好这房啊 属于豪宅 属于豪宅 很好啊 挺好的 比如说100万以上的那种豪宅 这个就算是不错的 看呐 利贵哈 衣帽间 衣帽间 弄得整整齐齐 主卧室有吹吸领 搞得非常不错啊 如果想买比较便宜的房 在finance这个也挺好的啊 好的 简单和大家说一下 这是50多万 这个物业费196 这50多万的啊 这样的 50多万就简单多了 是吧 这样的房 周末了啊 大家简单看一点 所以不跟大家太多的啰嗦 这个房是没有湖井的 所以50多万 比较新的房 现在都比较贵啊 60多万 70多万 这是52万 这也挺便宜的 这房屏 这房屏好 把房顶 雅测库 贵贵整整 这房挺好啊 这房也不错 这里有没有游泳池 看一下 大家 小区有游泳池 就在对面啊 小区有游泳池 就在对面 就在对面 是吧 这家就等于他家的游泳池 这个挺好 学区房在这儿 有一个27万5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学区房 这样的 那你要想买一个好房 也可以 这50多万 58万多的学区房 也不错啊 双开门的 这样的比较desirable 这房确实不错 50多万 挺划算的啊 今年还是比去年便宜的 中价位的房 但是便宜价格的房 我发现还有点涨 因为我去年买的房 在我们的小区里 没有那个价钱了 没有 但是我们小区的 也都在装修 所以还在比较贵 这家弄的还是比较好 这学区房啊 强烈推荐这个房 地面也搞了 所以这家不算贵 有一个老奈 在室外 也搞了窗户 所以说这家 花了不少钱 室外的空间 搞得不错 OK 这个房真的不错 好的 那么学区房 我们介绍了一下 那么再看一下 这边的好区 有些什么房 没有这边啊 这边的房 看一下啊 两个是两位挣钱 租多少钱 两钱 这边呢 65万的房是啥样 看一下大家 这样的房 OK 这是65万的房 后面有个河道啊 这河道是不是私家的 新房 哦 它属于Villa 那就算了 Villa的话 65万也比较贵 对吧 两家共用一个墙 784的物业费 还是算了吧 但是有的人 愿要物业费的 因为 打扫的干干净净 40多万的房 大家看一下 这在好区啊 这在好区 40多万 地 挺大的 这个房也不错 这房也不错啊 有游泳池 看见吗 游泳池啊 有游泳池 这家 有火炉 啊 这还不错 这还不错 Ready to move in 这4多万 可以的啊 这个可以强烈推荐一下 干干净净 马上就可以输出 窗户没有更新 这室外的啊 Outdoor Living也不错 室外 有这个Kitchen 这个挺便宜的啊 朋友们 这强烈推荐 这个啊 强烈推荐 44万9 然后它的第一块 多大0.23 挺大的啊 没有物业费 这可以停船 停房车 这房确实挺好 位置再跟大家 游一下这个地点 是这样的 OK 大家游一下这个地点 这样子 它在这儿啊 US41在这儿 然后呢 这边就是 去沙滩 就去了啊 这地点非常好 这区都不错 然后这个呢 SSUS41 这儿都是Shopping Center 什么的 卖车行了 什么的 这边啊 挺好的 这边 行 这强烈推荐 这强烈推荐 这个啊 这强烈推荐 去年很多朋友 有几个朋友啊 别说很多了 去年有几个朋友 跟我要这个区的房 现在这个说了 要50万以下的 这房啊 值得 强烈推荐 这个房 一个卧室 一个卫生间 大家看一下啊 1650块钱 39万市值 有一个 低于40万的啊 他呢 两个测库的 所以大家买不起 新购FM的 那你每个月要 多付物业费 因为 有游泳池啊 什么什么的 还有这屋顶的啊 一些 维护什么的 所以说 想买 便宜房出租 那么 你的这个什么 物业费要多付啊 所以这样的 就不如那个刚才那个 40多万的 没有物业费 但这个物业费呢 包含这些屋顶啊 这个Reserve 什么的 所以这个也值得推荐啊 这房不错 34万6 有一个房 这个房是啥样的 全部装修了 这房也挺好 挺便宜的啊 要想出租 他的物业费也比较少 360 他不是老人社区 所以说 直接就可以住 36万 34万6啊 34万6的房 这有45万的 有个合景啊 这个房 然后呢 有物业费挺贵的 500多 它属于坑洞 有湖景的 大概50多万 还是算了吧 no 45万2啊 那么40万7 有一个两卧室 两卫生间 Single Family Home 它那么有物业费 40万7 925平方英尺 有一个车库的 好像这个 是木板房 有Floor Plan 这样的房 这我没看好 不太好 这个 这有个60多万的房 是否大家愿意看 咱们也中高价位 咱们都看一下 这棵大树的话 是否 它这个trim的挺高 这家 它来对树进行过打理 它是拱的 拱形窗户 60多万 双门 这确实挺好 屋里也是挺好的啊 有游泳池 60多万 然后都装修了 橱柜 装修了 大理石台面 上下 台下盆 洗手盆 主卧石 Volted ceiling 高方点 然后刷的都是这种 浅灰色的 卫生间 更新了 游泳池漂亮 漂亮极了 It is white It is a little bit expensive This is a nice home OK 60多万 1900 将近2000平方英尺 可以和大家推荐这个啊 第五个房 诶 不对 第六个房 好的 今天呢 还有几个房在北边 也值得推荐的啊 417000 417000 9000 这房看见 也挺宽的 前链比较宽 蓝蓝的天 照相的时候蓝蓝的天 比较好 它就有个天景啊 这房也是干干净净 Ready to move in 后院搞得很干净 这个大水盆也不错 这个大水盆不错啊 大水盆不错 大水盆不错 室外也有这种啊 这种做的 这种台面 嗯 就是outdoor kitchen之类的 都进行了装修啊 简单看一下 这室外真的不错 看着 这棵大树 每年都要进行trim 它这个fence 这围墙比较不错啊 然后它这个桌子 这还有了石桌 说一说在外的烧口啊 干嘛呀 都有空间进行 这个 在室外啊 都有空间 非常不错 草是人工草 还是 还是自然的 搞得很干净 挺好的啊 小房 这小房 四十一万九 没有物业费啊 这个 一千三百多 零点一七的烙的 显得挺大的啊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其就这样 三七万五有一个 这个房怎么样 也不错 这个有游泳池 好像 对 这个游泳池 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还挺大的 刚才看了 哦 它在零点一八的 但是就这个价钱来讲 它有游泳池 算是便宜的啊 可以给大家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给它 推荐一下 这个游泳池 跟大家再 再看一下 都装修了 这小房啊 这小游泳池 之前 朋友们 游泳池之前 啊 这游泳池之前 漂亮啊 第七个 每个房间的颜色不一样啊 都进行了装修 这是衣帽间 它这个吊起来的很好 洗衣房啊 有这么多柜子 然后这是游泳池 朋友们 也可以 在室内 在游栏内 可以在这里进行烧烤 是吧 所以这个游泳池 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大概其实就这样 这海边的房了 什么的 我那边还看到几个房 跟那个大伙介绍一下 这22万的 是个55家的社区啊 这个刚才看了 这个房是55家的社区 刚才看了 对 所以这个房比较便宜啊 它是属于这种condo 但是一层的 有很多人不愿意爬楼的 它坐轮椅干嘛 都很不方便 所以这个非常便宜了 算是 1000平方英尺 物业费415不贵 一般呢 这个55家的社区的 物业费 不是很高 很高的比较少 还有一个房 刚才看的是不错的 在这边有一个房 是湖景非常不错 36万5 35万5 36万5 36万5这个 OK 它这个呢 它这个有湖景 2015年的房 这个跟大家 也介绍一下吧 诶 它这张照片 为什么上不来 诶 What's wrong 这可以跟大家 share一下这个 嗯 这跟大家 share一下这个 这个那个 房子的 有湖景 去年有朋友要买 没买成 给价没给高 抢啊去年呢 它给的是多少 反正没抢到 抢不到啊 这700多 它有那个高尔夫 但是这个700多 包括不包括 包括高尔夫 它这个湖景啊 在这呢 这湖景啊 湖景啊 非常漂亮 而且呢 它这蓝牌 看得很美 绿色蓝色啊 没有 你在家穿什么都没关系 后边没邻居 看到你 这个非常有优点 OK 现在我住在公寓里 我总是愿意挂 挂上窗帘 因为对面有邻居啊 所以这个很不好 啊 现在呢 今天简单和大家介绍这么多 然后呢 我们下次再见 Have a nice weekend Good night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